在巴黎奥运游泳比赛 为港队奪得两面同牌的何思培 今早早回到香港 何思培表示 比赛过程比结果重要 尽阻力就无遗憾 能够为香港争光是光荣 今日早早 何思培等港队游泳队运动员 回到香港国际机场 由市民专程到机场迎接 讲到今次奥运之类的感受 何思培说 比起疫情时的东京奥运 今届奥运气氛很好 有很多香港市民亲身前往巴黎看比赛 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在比赛看到这么多香港人 看到香港骑在泳池里 其实是真的很感动的 真的很感激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 就算我有得好有得不好 就算我是凌晨3点比赛 下午3点比赛 大家都很支持他看我 何思培在今届巴黎奥运 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 各取得一面铜牌 连续两届奥运 为香港奪得两银两铜 总共四面奖牌 已经成为拿到最多奥运奖牌的港队代表 他说自己很享受今次奥运 认为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只要比赛里面做到最好 就没有遗憾 能够为香港争光是光荣 我去这些奥运的目标不是希望为了成为 拿到最多上一排的运动员 我都是做了我自己的本分 尽力去比赛尽力去游 然后可以为香港生光荣 是一步光荣 我明白去奥运之前 很多人对我的表现都有不同的期望 还有可能目标的 但是他们对我的期望不是我自己的目标 我知道我和教练谈好了的plan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只要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就开心了 何思培说奥运之后会在家里好好休息 暂时没有退役的打算 休息之后继续训练 为世界杯赛事做准备 对于如何用今次比赛获得的300万奖金 他就说暂时未决定 希望用部分奖金用来感谢自己的团队 凤凰卫视记者鲜志黄金路报道